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Howard Chen 周五在美国矽股 HHBC Bank前面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十月份绝对是美国历史上 120年股市动荡的一个月 一点都没错 光是过去一个礼拜 周三周四大跌1400点 今天稍微拉回到一点 涨得近290点 但是你绝对要小心 而后的三个礼拜在十月份 绝对是动荡的一个月 你布局你投资 脚步小声而谨慎 主播就来谈谈 我们川普总统说 我讲的Crazy Fat 就是这个联储局是发疯了吗 我们来谈谈这件事情 因为当川普总统讲Crazy Fat的时候 事实上就造成很多的动荡 我们来看看到底这波在股市大跌的情况之下 什么原因是它的root cost 原因到底是什么 主播来讲 起码有三点工作你在十月份投资的时候 小心谨慎你的脚步 第一个 当然 川普总统讲 这联储局加息的脚步发疯了 短短短的九个月涨了三次利息 光是这两次 六月份涨一次 九月份又涨了一次 但是到底经济有没有这么好 市场已经反映了 逐步的下跌调整 特别NASDAB 昨天为止 事实上已经Correction跌了最高到最低 跌了十个Percent 可见的利息调得太快了吗 这联储局是不是疯了 川普总统这样讲是有原因的 不然市场不应该有这样的Correction 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中美贸易的冲突 因为第三季财报的公告即将下礼拜正式登场 市场事先的反映也预期了 可能开始影响了我们自己美国的经济 因为这七伤拳一拳打出去 你自己70个Percent都会受到内伤 哪些行业有影响呢 马上预期可见的 那就是旅游业 传统的工业 特别是Aviation航空行业 卖到中国的航空行业跟飞机都减少了 第三个就汽车行业 看看这个福特汽车 都可以看得到我们销售到中国的汽车 起码少了19个Percent以上 所以中美贸易的征战 继续的扩大 开始伤到我们自己的经济了 第三个原因 当然整个Emerging Market 无论是阿根廷也好 巴西也好 南非 土耳其 印度 都是经济都不太好 特别他们的股市 还有汇市 自己本国的汇率都逐渐的大扁 从30个Percent到50个Percent不等 所以全球的经济都逐步的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自己开始也伤到我们自己的经济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无论是利息的调息 无论是贸易的征战 全球的经济都一样跟美国逐渐受到影响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你跟我都应该坦然无惧的 有信心到上帝的宝座面前蒙恩求福做随时的帮助 因为我们这个上帝是联名伺服器的上帝 Howard Chan 陈赛豪周五 在美丽阳光普照的戏谷 HSBC Bank 前面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